欢迎收看最在地的大兴电地方新闻 我是周文轩 首先带你掌握今天的新闻提要 时定区公所和时定观光八载协会共同合作 9月到11月这期间推出了一日游小旅行的活动 豪忙雕刻加成风险创作了两件熊猫新作品 分别只有0.4毫米以及0.7毫米 新美式教育局和连锁卖场共同合作 推出了青诗生平台基点区的活动 让小朋友透过游戏方式来赚取买菜机 为了要避免登革热疫情扩散 新美式卫生局在时呼吁民众 请务必要做好面文还有曲文的工作 而今天的细说老地名的专题报道 要带观众朋友一起来了解屈指社区 丁党、A党还有狭岸的地名由来 欢迎来要带领民众更加了解时定人文历史 并且分享在地职人的文创成果 时定区公所就和时定观光发展协会 共同合作 从9月份起推出了时定小旅行一日游的活动 每个月有6个T次 每个T次有20个人次 持续到11月份为止 时定区公所与时定观光发展协会合作 从9月份起推出时定老街小旅行 大手牵小手一同游山城的活动 区长洪丛莲表示 时定是个相当美的山城 而且有丰富的人文历史 这次将以更深入的方式 带领游客认识时定 我们希望说今天来个时定 它是个深度之力 不是说我先来看一看走一走就走了 我是希望说让我们的旅客 能够了解我们时定的文化 这次的活动将透过在地导覽老师解说 亦游淡蓝古道鱼老街 还能沿着西畔观赏 沉沉流水和丰富生态 并且安排了许多时定在地职人 与民众一同享受手作的乐趣 像是制作袜子娃娃鱼 豆腐蛋糕等等 非常适合亲子童游 做豆腐啦 做麦芽饼干啦 做懒懒啊 让小朋友跟家长可以一起来玩 那甚至我们可以到我们的乌图溪 去看鱼在那边游 其实是一个很好的景色 我们需要说我们推展一个常态性的 带状性的 深度性的 亲持性的理由 让大家可以得到很好的回忆 时定区长洪丛莲表示 这次的活动最特别的就是从9月份开始 每个月都有6个梯次 直到11月份 共计18个梯次 就是希望这样的轻旅行 能够在滚动式当中持续的进行 让民众可以看见时定山城 不同的美景与生活乐趣 我希望说所有的时定的理由 它是个滚动式的 什么叫滚动式的 就是说 我希望说每一个月或是每一个礼拜 20个人 30个人 然后做一个像微旅行 然后它一直常态下去下去下去 整年度可以欣赏各种不同的 时定的风光跟美景 目前活动已经开放报名 从9月6号起 每梯次20人 有兴趣的民众可以上 时定观光发展协会 脸书专业的活动页面报名 记者陈小旦 赵方琪 时定采访报道 豪蒙雕刻家陈冯显 最近又完成了两件熊猫的新作品 其中一件是在自己的白头发上 刻画出熊猫 这件作品只有0.4毫米 而另外一件则是利用 数纸雕塑的熊猫 只有0.7毫米的大小 却可以彩绘上熊猫生动的表情 这精湛的技术令人赞叹 在细微的白发 画上了熊猫的图样 必须透过高倍方大镜 才能瞧得清楚 这是豪蒙雕刻家陈冯显 最近的新作品 相当喜爱熊猫的陈冯显 挑战过多种材质 这回用细如发色的毛笔 一笔画在自己的白发上 画出可爱熊猫 他说真的是相当不容易 一般人的头发的尺寸 它的圆周是0.004公分 0.004公分内要雕一只熊猫出来 可以说是人类的极限 这只头发熊猫雕刻 我用了三个工作天时间完成 可以说是我比较属于创新 创意挑战自己的极限 除了白发上的熊猫 陈冯显也利用树纸雕塑了 一只只有毫米大的熊猫 虽然只有极微小的面积 却能够呈现出熊猫生动活泼的表情 精湛技术令人叹为观止 我以十个工作天设计完成 一件只有0.7毫米的一只熊猫作品 这0.7毫米可以说是人类雕刻的极限 这只熊猫除了小还要生动 还要可爱引起人们的关注 这只熊猫它黑白昏明 是人们所喜欢的 陈冯显表示在大家看到它成功的背后 其实是无数次的失败 尽管如此它总是怀抱梦想 不但挑战自我达成不可能的任务 完成一件作品我就跟小孩一样 几乎要跳起来的感觉 它真的一件所谓的自己满意的作品的完成 是不容易 但是它的背后我是走了40多年的一个路 所以说今天的成就是我背后 一段漫长艰辛耐得住寂寞的一个孤独路 数十年如一日的投注经历 在航忙雕刻世界当中虽然孤独 但陈冯显不以为苦 却反倒成了督促自己更加精进的一股动力 记者声明者们 奇心店采访报导 现在上新北青诗生网路平台 除了可以玩游戏学知识 还能够赚取点数用来购物以及买菜 这是新北市教育局和连锁卖场 共同合作所推出的基点区活动 而除了累积点数外 从答题的过程当中 还能够看见小朋友智力以及耐力 等不同属性的数据分析 新北市教育局与连锁卖场合作 推出新北市青诗生平台基点区的活动 现在只要上这个平台 孩子透过寓教娱乐问答的游戏方式 不但可以一边学知识 还能赚取点数作为买菜金 新北市教育局局长林一华表示 因为科技的进步 孩子免不了会接触3C产品 但如何正确使用导向自主学习 才是最重要的课题 让孩子自主学习 是未来整个教育的趋势 所以我们也希望 怎么样子就像刚刚孩子说的 3C产品 未来在孩子生活中是缺乏不了的 所以我们要用他们喜欢的模式 来引导 透过3C做正确使用跟正确的学习 青诗生平台去年就开始启用 今年则进一步与卖场合作 赞助购物经典数 小朋友可以选择平台上的各种学科 进入问答游戏 最后提交结果 除了累积点数 还能够看见答题时 所分析出来的智力耐力等各项数据 透过孩子的回答的状况 那你就可以跑出孩子的一个情形 所以这都是现在我们善用科技 然后来引导学生在自主学习部分 包括孩子自己本身了解 包括家长 包括老师 都可以善用我们这样的青诗生平台 新北市交易局表示 青诗生平台目前已搜集了25项学习资源 这次透过祭典区活动 希望能进一步鼓励学生从游戏中学习 丰富各领域的知识 同时提高学习动机与兴趣 记者陈晓旦 赵方琪 新北市采访报道 为了要防止登革热的疫情扩散 新北市政府严正以待 除了展开消毒工作外 在各地区也密集地进行相关宣导 包括了清理户外积水的容器 避免蚊虫之身 而另外民众如果您出现了发烧 头痛 肌肉痛等一式登革热的症状 请您务必要尽快就医 新北市新庄区日前出现登革热病例 为了防止疫情扩散 新北市政府严正以待 各局处也都动了起来 除了在各区都展开了消毒工作 提醒民众近日天候多雨 务必要将家户外的容器倒盖 避免积水 下雨过后要立即依照 寻 倒 清 刷四步骤清理积水容器 并且彻底刷洗才能够杜绝滋生蚊子 卫生局强调避免感染登革热的方式 除了不养蚊就是要避免被叮咬 做好面蚊和驱蚊工作 使用含有除虫菊精成分的药剂 利用喷雾方式从上而下 由外而内夹杀蚊子 而现在环保局也在各邻里进行宣导工作 希望大家能一起来做好登革热的防治工作 卫生局第一年如果民众出现发烧 头痛 肌肉痛等疑似登革热的症状 请紧述到新北市登革热快筛试剂院所就医 并且在家休养五天或者直到症状完全康复 同时呼吁医介持续提高警觉 多家运用快筛协助临床诊断 以早期发现及早接入防治 避免登革热扩散传染 记者杨邦药与芳琪新北市采访报道 先让我们休息一下 待会广告过后是细说老地鸣的专题报道 我们马上回来 这是我们家 吃饱饭后大家像死鱼一样无聊 爸爸一直担心店里的状态 阿公觉得无线台转了整区好无聊 我的网路又慢又卡 玩游戏一直输气死人了 大姐手机讯号不稳 直播长长未断 二姐跟妈妈吃饱后无聊到发呆 自从我们家装了一条光纤网路 我的网路用标的 打怪工程掠地不再卡卡 阿公也很有精神的看第四台 爸爸装了Home Security 就很轻松的可以掌握店里的情况 透过高速WiFi的环境 大姐可以开直播卖东西 不怕信号中断 买Vizio上有无数戏剧电影 二姐就可以追剧看她的欧巴了 妈妈也不用出门逛街 就可以上Momo购物 这时大姐在直播中看到阿公昏倒了 大家都跑过来关心阿公 爸爸教妈妈紧急按下Healthcare 服务键按铃 并询问阿公状况 写凉血压做洗糖检测 我早是觉得 大家都不知道在相忙什么 因为阿公根本是睡着了 屈指社区主要的聚落包括了丁点 A点 霞 刷咖 还有植卫等等 目前人口较为聚集的地方 主要为丁点 A点 还有霞 而早期屈指最为热闹的区域 就是当时的屈指老街 也就是现在的志强路一带 接着一起来看看 我们为您制作的细说老地名 转体报道 屈指社区早期包括了丁点 A点 霞 刷咖 水位等五个聚落 丁点 A点是过去屈指最热闹的区域 就是当时的屈指老街 范围也就位在现今的志强路 屈指老街它很长 所以我们又把它分成丁点跟A点 那么这个丁点跟A点的分界 就是这条屈指路往他出所 然后往台北那一个方向 因为它位在新电溪比较下游的地方 所以叫做A点 那么从屈指路往乌来的方向 因为比较接近新电溪的上游 所以就叫做丁点 屈指老街的行程 源自于小粗坑贵山电厂的兴建 随着修筑道路 建厂 大批的工人以及眷属们 便慢慢地在此地定居 日本人要盖小粗坑电厂的时候 他就把路开到驱尺 方便他盖这个驱尺坝 然后做一个饮水浸道 到小粗坑电厂 那么到了1939年的时候 日本人又要盖一个贵山电厂 那么他又把这个驱尺路呢 又延长到这个贵山 那么驱尺路也就是现在的新屋路的前身 所以当初就有很多的逐路的工人 就进驱到这个驱尺这个地方来生活 方便他们到工地去工作 那么盖电厂的时候又有很多的盖电厂的工人进驱 过去的驱尺老街 据说相当繁荣热闹 但历经了时代变迁 现在几乎只剩下一班住家 盛况不在 当初这里就有很多的商店 大部分都是以工艺民生用品为主 比如说像猪肉摊 杂货店 或者是卖一些其他日用品的商店 那么甚至于呢 因为有工人嘛 所以就会有一个驱尺亭酒家 那么也有这个演戏的戏台 进到驱尺路末端 骑山沿清水祖师廟一带 为驱尺的另一个聚落 霞 这里相较于周边地区 算是地势较高的地方 就如同天然的城墙形成屏障 在这周围方圆的地方呢 它形成一个中间高 那么周围低的一个地形 那么当初 骑山沿会选在这个地方建庙 也就是看中它 这个易守南宫的地形 当他们面对这个泰雅族人的威胁的时候呢 他们一定要找一个 手遇功能比较强的地方 那么当庙建好的时候 很多的这个居民呢 就在这个庙的周围也定居下来 骑山沿的骑山沿清水祖师庙 为驱尺居民主要的信仰中心 清咸丰年间 福建安息移民出到驱尺盆地 面临泰雅原住民威胁 因此将随身攜带的清水祖师 放在暗桌上供奉求平安 一直到1965年才真正建庙 并从芒嘎清水祖师庙分灵祭拜 其间历经了多次修缮改建 成为了今日的妙貌 面临这个出草的这个行为呢 汉人当然是随时生活在恐惧之中 所以他们外出工作 都要来向这个清水祖师 拜拜请求指示 如果当天没有得到圣杯的话呢 他们就宁可不到外面去工作 免得遇到危险 那么驱使人一直也认为说 由于这个清水祖师的保佑 所以他们驱使人在山里工作 无论是采伐张老啦 种植茶树啦 工作都很顺利 每年正月初六祖师爷诞辰 嫌阿 丁店 黑店 算咖 以及后来新奇的双西口居民 都会轮流担任卢主 举办盛大的祭祀活动 紧接着让我们来看看 宝贝阿提供哪些地方上的活动讯息 半光纤上网指定专案 奇美夏普4K电视9500元起 在想机上和买Video0元专区免费看 豪华月租前三个月免费看盗宝 详情请洽29173939 淡水海关码头7月27日至9月30日 为期十周 举办22场音乐响宴 安排多元音乐主题 邀请各地优秀音乐演出团体 为民众一起共度最迷人的视觉响宴 强请请上新北市政府网站查询 新北市政府劳工局提醒 青少年暑期打工 切记三倍欺步原则 包括搜集应征公司资讯 告知亲友面试地点 仔细检视真材内容 还有不缴钱 不购买 不办卡 不签约 不离生 不饮用 不非法工作 107年 平林之美摄影比赛 即日起开始收件 至10月20日截止 题材包括自然景观 产业 人文 生态等 详情请上平林区公所网站查询 可是地景日益盛行 欢迎有兴趣的机关学校 社区发展协会 公寓大厦或社区管理委员会 离办公处 向新北市景观处洽询 电话是2960-3456 分机3142 以上更多的新闻内容 民众都可以前往大兴电 有线电视的官网 或者是脸书粉丝团上 查询点阅 关于民众可以多加的利用 我是周文轩 感谢您今天的收看 我们明天同一时间 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